Hello 大家又回到絕對雲能DN 今次就來打這個新組的貝塔 貝什麼叫做? 貝塔 上次因為 因為MK的勁敵做不到事情 所以輸了 今次希望大家贏 這裡我們就要用高音 兩隻水系 應該沒問題 嘩 火不電 右邊那隻 緊鬼燈籠魚 那 我們這裡用衝浪 因為紐拉正在死 紐拉正在死所以用衝浪好一點 黑暗媽這裡再用衝浪 你看他多厲害 厲害一點 給點力量 你看又死了 還說自己厲害 真是哪裡厲害 真的 嘿 不夠女衣打這裡 嘩 女衣這麼快怎麼打 對了 女衣真的不能打 信號乾燥也有 他差不多齊了 那些技 都齊了 沒有了 怎麼搞的 人家那些跟我隊友差不遠 雖然他兩隻重 有點難打 很難打 雷衣真是水隊的黑星 竟然是沿綠沙 OK 我又在這裡 再來 有一個 先制作弄走 這個位置 其實靠他的岸魚都沒什麼用 他的岸魚真的完全毫無用途 好 說實話 為什麼他會用小巨我這隻岸魚 這裡只要用衝浪就行了 這隻岸魚都差不多死了 哎呀 中了麻痺 重開吧 中了麻痺 基本上是麻痺和輸沒有分別 這裡唯有靠 唯有靠不斷嘗試去打贏 我覺得應該贏得到 只要我 沒有這麼克制 OKOK 沒有中雷 這裡再用衝浪 哇 殺了 厲害 死定了 哇 雷姨出來了 這裡我們用壓制打雷姨先 他全部打了我一隻 右手邊的 麻痺 沒有麻痺 那這裡用衝浪吧 雷姨打右手邊好嗎 好死了 哇 殺雷姨兄弟 他現在打左手邊 我用什麼都死了 這隻吧 這隻他應該不會打 然後用頭特打這邊 X 先制 應該贏到 這次打死雷姨 OK 先打死雷姨 還有隻刺龍王 怎麼打 還有隻刺龍王最高速的 還有隻刺龍王 逐漏 B就 我和我衝浪吧 沒得選 要先打死左手邊 但是沒有機會打死左手邊 左手邊又有雷姨 第一下麻痺了 第一下麻痺了 嘩 搞不定 他這個真的設定 因為他這個 這裡你不 我自己不是有牛蛙軍 他原本這個場已經下雨 然後再有刺龍王這些 浪雨時加速 他整隊都是因為 都是因為浪雨的天氣而加盛 我們很難搞 對 可能只有等級 唉唷 麻痺 我正在用剩下 有沒有一些高攻的東西 我想一下子衝死他們 有沒有一些好東西 用一下呢 沒有啊 王者之靖算是最好的 王者之靖應該算是最好的 這裡有種筆 OK 來吧 來吧 那時候可能因為有不同屬性才能贏到 還有這裡如果有地震的話會很好用 對 例如你先手第一速度快 然後用地震 其實他們兩隻已經死了 這裡 衝浪 哇 沒心 非常好 OK 那這裡再用 再用衝浪 沒有選擇 一定是衝浪 因為右手邊我 左手邊我用不到壓制 右手邊我用壓制 沒什麼意思 OK 好 接著這裡 然後這裡 這裡他也是照用毒爆彈 黑不黑 照衝浪 好 先搞定 這裡是雷伊加3D龍 這裡用壓制打右手邊 閃電 右手邊OK 麻痺 這個是不是不會麻痺呢 雷屬 雷屬應該是 雷屬好像不會麻痺 這要衝浪 糟 為什麼會爆擊 這裡 好 先裝個奇蹟果 剛才拿了它種 立刻做個奇蹟果出來 不然麻痺獸太麻煩了 一麻痺我就整場不用動了 我的牛蛙棍 速度太慢了 一中麻痺之後 好 一裝我馬上沒有中 好 閃電 但都差不多釘了 要死了 OK 這裡我們用一隻fake out 這裡fake 燈籠魚 好 可以殺死我 這樣就很好 所以我就可以換蟲 這裡用一隻 這隻先 這裡用頭突撞燈籠魚 打不死? 怎麼搞的 玩完了又 他還有沒有蟲嗎 給我一點點力量 打我的時候又這麼厲害 打敵人的時候就廢到這樣 好 我們試多兩次 試多兩次 如果不行 我們可以升 真的很靠運 這裡 一是就催眠 催眠一隻 但60% 我覺得不會中 你30%狂中 我65%都不會中 這裡電了 雷超 竟然中 但你還是要死一下 這裡 這裡 高陰 衝浪 不要想了 扭拉沒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呢 扭拉 這裡 然後再催眠 不中 衝浪 再衝浪 OK 換蟲 先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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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換蟲 蟲 這裡應該沒什麼用 因為對面全部有特攻技 你威嚇那些全部沒有用 對他來說 接著再用 蛇文紅 衝浪 然後會血 接著 用 河童 他走馬威打 再用眼蛙關 再用衝浪 不要死 有 有 怎麼會這麼巧 真的 算得準一準 先這裡衝浪 不要想了 照舊 再衝浪 好 蛙關死了 已經不用再 快點 再來了 再來了 再不行 真的要升 衝浪 試一下爆擊打他 不如給爆擊來看看 用水技 衝浪 這次用催眠 近鬼 已經死了 我先升 升完再打 我剛才用了少少時間去練一隻地震炎魚 這隻上一次絕對玩DN的時候也有用過 因為這隻也挺厲害的 過關的時候也挺厲害 練了來用 但我也不期待說 真的很有用 因為他現在只有36 所以 不會太大期望 不過都 只要試一下 如果真的再試一次不行 我就再升多一點 這個時候 就直接出 如果一開始一下死 其實已經很難 好 先看看 這裡他們應該會有一隻有草技 雷超應該有草成傑 我們先 直接用地震 不要想 可以用放電 OK 打不到我地面 這樣有好處 我這裡狂用劍王 因為劍王這招是加特防的 好 繼續用劍王 三招劍王 OK 現在是非常硬 再用震級變化 打不進我 打不進我 這裡 這裡好像有能量球 先用震級變化看看 閃電 已經用混亂了 有沒有技能 有億萬級收 相對來說也比較麻煩 好 好 她那招 她那招電 真是神經病 這裡 沒有了 這裡還是要用衝浪 接著用 河童 河童再用 下馬威先 好 沒有了 中了麻痺又死了 左手邊 先制 好 可以升到很厲害 其實也可以 接著 岸魚 後面還有一隻雷 伊貝 這裡咬水 應該比她快 冰一下 如果這裡不爆擊 結到冰的話 還有機會 但是 溫水 剛剛有爆擊 看不到 是不是有爆擊 這裡沒有 一定死 一下雷 要再升一升 我想45 再升9 升多9 就一定贏了 因為開始有地震 好 回來了 我現在將地震念表 已經升到45 現在再試一試 45其實已經很厲害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高 對於對面來說 希望打贏 打45 基本上已經高了她們5 基本上是等級壓制 這個時候 其實劍亡有沒有用呢 也有用 劍亡先吧 反正 怪力惡也沒有用 這裡 好 瘋狂劍亡 OK 嘩 傑兵 不是吧 是動 立刻動了 OK 這裡全部用地震 其實這裡 緊貴都比較危險 但是我們還是要打 他應該用吸收 吸收打不一樣 因為我用了很高 很高的 特防吸收 現在6級 這裡當然是吃藥 不要在這裡吃藥 好 搞定你 小子 這裡最好其實是做個睡覺 睡覺先 嘩 劍兵 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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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這裡我們先用石文虹 撞一下左手 撞一下左手 OK 嘩 撞一下 衝吧 OK 只剩一隻 這裡我們轉一轉重 轉可動 這裡 fake out fake out 然後再用吸收 不夠快 不要緊 滑關 接著用衝 接著用一用壓 直接用催眠 希望不要爆擊 應該不會死吧 沒有死 嘩 又是這個 我解了狀態 有帶奇蹟果 簡直是壓反性 有沒有機會 欸 機會來了 次龍王 次龍王 其實李鷹 是比我快 那我這裡有機會會死 只因為他有龍技 但我們也要照用壓制 嘗試一下 好 不夠快 這裡我們兩隻都害怕他 這裡 過尾咬水 這部會用 冰牙 冰牙 冰牙為了搏他結冰 這下會不會死呢 未死的應該 結冰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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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雷技太厲害了 這裡用龍套式 欸 那也沒死 好 這裡又為我們帶來一個奇蹟 好 奇蹟的出現 希望會有 好 那 大家都看到這個 勝利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是時候想奇蹟果 去打贏他 因為剛才結冰了 所以廉魚基本上廢了一半 好 嗯 如果不然他可以捱到那隻緊鬼 用那些超級吸收 這裡我們用劍王 對 那個隊友 廢的 不需要理會 廢得不得了 好 OK 然後這裡用地震可以 跟著這個我們再用地震 好 好 我可以出雌龍王 已經這麼快 沒關係 這裡我們先用衝浪 先 竹樓沒問題 完全不痛 再衝浪 好 這個我們用 喂 這麼高血都扣了 先睡覺 沒事沒事沒事 頂住 頂住 OK 好 這裡用衝浪 用衝浪好 還是用地震呢 看看看看 數值來說 用地震會好些 但是 現在有天氣 地震吧 好 逐流 爆擊 你怎麼扣這麼多 你就知道爆擊就睡覺了 沒有啊 沒事 還沒死 絕對防禦 這個 哇 又爆擊 是不是啊 大哥 就是 他追擊手 追擊手 追擊手不是增加爆擊率嗎 好像增加爆擊傷害了 有什麼可能 這裡用衝浪 再衝浪 這裡換蟲 換蟑蟲 這裡吃藥了 不要想了 吃錯藥 不要緊 還有機會 這裡 吃給牛蛙軍 然後 再吃多一下 反正都動不了 再吃多一下 靠藥贏了 牛蛙軍 然後用高音 雷伊 這個恐怖的東西出來 這裡衝浪 應該打不死我吧 搞定 搞定 我不是說 打得你們身早 輕而言 靠我 要不是我們早就完蛋 自己約到 還裝什麼 他剛剛出來 叫小銀 明明是MK仔 炸炸國 炸彈這麼久都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用全力 剛剛跟你拉姐玩過 我早就說過 你們熱身都不是 觸手 富敵 好厲害 還有 在場邊 不用躲他出來 都是被發現 不過是新組幹部 你怎麼發現我 在32號 一個石板 我對你全場 知道一直跟著我 我想應該是熟一下 上邊是準備熟一下給我的時候 那時候動手 哈哈 真正 所以才叫附地用幻覺 對付兩個垃圾 然後趁機 趁機在你一邊 在這裡觀戰的時候 再搜索你一個位置 順帶一提 就在剛才我熟一下已經給了我 是幻覺 想不到這麼年輕 竟然想得這麼長遠 背伏 然後呢 計劃失敗 要用實力來搶這個石板 對不對 現在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了 實驗成功 必須要保證單一便量 是什麼 我沒有說放你走 已經走了 瞬間移動 血液飛上升這些幾 難道是其他精靈 金級屎 貝多大人 既然我們已經找到大地石板 要不需要支援一下羅流大人 不需要 這樣他會以為跟他爭功勞 一會他貼起來 也不好 快點把石板給回首領 好 好圖 想不到他給你幻覺 玩 新組這筆數 絕對會計清楚 精靈傷勢嚴重 想不到一個鋼布 竟然是個這麼厲害的年輕 真的長自食 要不然 注意得及時 一個麻煩的消耗戰 變得有趣 新組石板的事 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興趣 唉 先回基地 是K大人 為什麼我又回到這裡 搞錯 為什麼我們精靈中心 不是下一個這麼低B 主角 我們要回精靈中心 然後向後走 是不是低能 你不會去到尼比市 就說去精靈中心 然後回到家 應該是說去尼比市 應該是說去常磅市 因為常磅市就是 尼比市的上一個城鎮 就是小茂的城鎮 你不會這樣的 我們拍拖這麼久 是不是應該先做那些事 先試一口 討厭 旦靈我們那麼明目 張打散不怕 FF團來搞事 不用怕 這個外獸進化 有外巷馬 據說外獸練尾巴 各個都不會攻擊人 看看你來玩吧 嘩 你沒事吧 跟我說的不一樣 攻擊了你 很多河馬 竟然會這樣攻擊人 快走 成群結隊打架 現在中心都可以用 什麼事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河馬 整群這樣衝出來 以後再攻擊我們 只不過想摸一下他 他竟然打我們 我想起你之前 還怪他被人割尾巴 可不可以反抗 唉 這些河馬和外獸 都是這麼有趣的精靈 根本不會打人 從古至今都沒有發生過 攻擊人的事件 莫非有什麼原因 不清楚 他走到街道倒亂 陣上的人都躲起來了 啊 你也來到配備陣 挑戰道估 不過要先解決外河馬的問題 這個陣上 不知道為什麼外河馬突然攻擊人 所以我決定進去那個動員 看看發生什麼事 OK 終於可以來到這個中心了 這隻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不過 不過怎麼說呢 這隻 這隻 防禦型比較厲害 你看看 104防 92特防 基本上你幫他配什麼劍王 還有什麼變硬 他有沒有變硬我都不知道 但是劍王這招對他來說 應該真的非常實用 大家剛才也看到 他用緊鬼 剛才對面用緊鬼 用草技吸收都吸不到很多 還有水技 特攻技來說全部都打不進 除非爆擊 因為爆擊可以破到這些變化的階級 例如我六級防禦 六級特防 剛才這樣 如果爆擊的話 他就無視了六級特防 直接穿了 這裡大家就要注意 這隻真的挺厲害的 我們又加了一個新戰力 暫時 是時候要改一下 改一下水隊的一些隊員 有些不太實用 不太實用 所以真的要換了門 OK 那今集時間絕對環DN 我們下次再見 好 台北 spirit 空時 都刪不是 斐